昨天晚上在浦口浦珠路龙华转盘附近一个工地在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通信光缆给挖断了 然后通信人员赶紧过来抢修 修好了 结果下午又给压断了 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 姨美右 姨美右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施工工地的现场 那昨天晚上的这个工地的打装机和挖掘机呢 将地下的这个通信光缆挖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光是光缆裸露在外 这个电信的电缆电力电缆呢也是裸露在外 范围大概有多少公里 大概从桥北那一块一直到江浦 基本上都受到影响 大概有八九十个基站受到影响 外加有几十个小区四五十个小区都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就是现在维修难点就是这块 它的打装机都打断了 在这个地底下现在维修比较困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联通公司的工人呢正在现场进行抢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条呢就是这个通信的这个光缆 它有96条这个光线组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线是非常的细啊 像我们的头发四一样 所以这也给抢通工作了 带来了很多的难题 既耗时又耗力 工人们要接通这一条光缆呢 大概需要耗时三四个小时 但是现在困扰他们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通信光缆都是从地下走的 但是为了尽快的恢复这一地带的通信呢 他们只能再拉一道明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条黑色的线呢 就是这个通信光缆的明线 但是今天凌晨四点多钟抢通之后呢 今天下午这个工地上的车辆从光缆上压过之后呢 又将这个光缆再次的压断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因为这个涉及到电信移动 广电网络等多个部门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来协调一下 因为这个工地仍然在施工 是否能够避开这个工地的施工路段 在地下重新铺设一个管道 恢复这个通信光缆的通信 同时或者是拿出另外一个方案 将这个通信光缆抬高架空 我们希望呢 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相关的这个方案 主持人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金美佑 谢谢金美佑